美媒报道称,它拨过一份全球权力清单,根据其联盟,影响力以及该国是否为领导者,列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 根据今年的全球力量排名,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而其他国家则认为其地位在不稳定性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下降, 以及它的政治、经济和真实力量,它们是媒体组织年度最强国家研究的一部分。 该研究根据两万一千人的回答对八十个国家进行了评估。 根据今年的排名,以下是前十名国家排名,第十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根据内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,石油出口是阿联酋的国内生产总值,与西方主要国家相当。 该国是该地区最自由的国家之一。 第九名,沙特阿拉伯。 该国拥有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财富和土地,它作为卖家之家,在穆斯林世界中具有特殊地位, 其石油处被使其成为中东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 该国已经开始放松一些长期以来对妇女的限制,例如开车。 第八名,以色列。 尽管以色列与其邻国关系紧张,人口只有800万,但以色列在全球舞台上占有很大的份额,部分原因在于它与美国的密切关系。 尽管存在巴勒斯坦冲突,该国经济仍然强劲。 第七名,日本。 日本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拥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。 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、电子和钢铁生产国之一,今年来它在军队上的投入更多。 第六名,法国。 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,经常被列为世界上旅游量最大的国家。 但它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解体和公众对移民的态度的转变,而失业一直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年轻人。 第五名,英国。 英国自2018年排名以来已经下降了一个位置,因为在投票退出欧门后,其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增加了焦虑。 伦敦是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,该国通过大英帝国获得的影响力,仍然提升了其全球影响力。 第四名,德国。 德国在今年的排名上升,超过了英国,作为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。 该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,政治领导层对其对移民的开放政策提出了挑战。 第三名,中国。 世界银行表示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 但仍有许多人生活在国家官邦贫困现役下,中国经济进来放缓,但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。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。 第二名,俄罗斯。 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,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。 该国在军事力量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,其2016年国内生产组织的5.4%优于国防。 第一名,美国。 该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大国。 其文化印记覆盖全世界。 美国传统商业扮演着重要的国际角色,例如北约和联合国等组织。 但是国内的挑战,包括种族紧张局势,不平等和分裂的选民,正在伤害这个国家。 在这份排名中,印度被排在第15名,印度网友对此表示不认可。 燕梅称,印度应该被排在第4名,印度拥有巨大的国防预算,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。 燕梅称,西方媒体有意识忽略印度取得的巨大的成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